好好看啊 Oh my goodness 夜太效益了 我很激動 我不知道剪片會剪掉什麼 歡迎留言討論大家的想法 可以分享更多你們關於舞台作品的感受 如果留言上有負面的比較 或者批評其中一位的話 我都會考慮拿走那個留言 今天又要來看《蒙面舞王》 這次是決賽啊 這兩天真的忍得超辛苦 當我每一次錄Instagram 或者YouTube看到的片段的時候 都快點錄走 就是為了想要錄這個reaction 由於我知道這個節目的賽制 各樣東西實在是太模糊 太奇怪了 所以我都是專注在 每一個表演獨立地看他們 這次我會完整地看一個節目 先不會看其他直拍、FanCam那類 到後期製作的時候 再加插那些片段 或者後期再看的時候有的想法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我的頻道 還用了一點時間介紹自己 還有舞蹈喜歡的背景 十幾年的舞台經驗 還有十幾年的張聲經歷 這個頻道主要會分享一些 有關舞台表演的想法 還有一些日常的vlog 如果你對這些主題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啦 今天主要是看條片單和鳥環寶大關 現在不說那麼多廢話 去片 八個場 五年初舞台 我們要恭喜 這麼搞笑的 我非常非常期待他們兩個之間的切錯 我覺得這個真是太棒了 鳥環寶大關是第二期表演 其實我還沒看 我之後應該會找時間再做回應 Anyway 現在繼續看 -歡迎,我今天好 -謝謝,謝謝 Fanis來了 - 哇 - 金面具的蒙面隊主 - 劉文安 - 還有我們的調皮帶 - 終於出來了 哎呀 終於真的到了 - 你說還沒開始 - 終於開始了 - 搞那麼久還沒真的開始 - 氣死我 - 哈哈 - 娜娜 - 嗚 - 嚯 - 搔皮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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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粉絲 她這件衣服令我下起Nutcracker 兩個不擅長放行花的人 要在這個節目上為了效果不斷地說這些狠的說話 她這次的變聲是不是沒有變得那麼切實 就是最後一塊 又是這樣的 夜巨教女王就是王了嗎 今天就看看誰是大關的王 我好想看到他們兩個有合作的舞台 其實 Anyway 他們要切磋 蛤 他們是切磋面膠 這麼快 我覺得太快了 我覺得他們很想聽 偷掉眼睛 所以這個很怕 哈哈哈哈 不行不行 進行 總 要 切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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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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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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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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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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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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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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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是出演安全 是安全第一 我要完全的 等…等… 我就玩 哎呀 變回他們最官方的自己 level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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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力量很乾淨 哇 腰 我每次跳舞真的很好看 兩個不同的女生力的對決 一點點不齊 不影響 哇 哇 哇 哎唷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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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哇 看完她的表情真的差很遠 太刺激了 哇 好 如果以音樂來說 我覺得 夢霓齒那邊的 感覺是跟音樂更加貼近的 真的要比的話 啊 這裡好一點了 好一點了 我覺得 嘩 嘩 我趕不及了 我的天啊 好漂亮 哇 好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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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愛了 哇 哇 哇 我猜不到只有一首歌 之前那些對決 好像都會轉不同的歌 真的以音樂性來講 我覺得 很微似 他的舞蹈跟音樂是契合一點 兩原先那邊 我覺得很多驚喜 如果音樂上的Beat再重一點 Hip Hop一點 這樣的時候 會比較契合 但是 他有幾個 才會轉動 OK 如果 衣服可能短一點 或者怎樣 因為其實那幾個動作 我覺得 他的服裝有少少 阻擋了 大家看到他做的線條 兩邊都在出一些 很自信的招數 很多組合 Pattern 哇 我好跌太效果了 啊 現在楊冷靜的剪接師 來講講我對他們兩個 各自的看法 Beyonce Run the World 這首歌表達 強烈的Girls Power 兩邊的編舞都凸顯了 肛和油兩方面 但選擇了不同的方式 去表現這個順色 讓整個舞台的演出 非常精彩和豐富 以舞蹈跟歌曲來講 Money齒 直接用Jazz和Wacking來表演 是有優勢的 並不是說Jazz的音樂 就一定要用Jazz的舞蹈來表演 才算是契合 而是在編舞上 Money齒 他們的動作和節奏變化 更加貼合 例如在 Who Run the World Girls 歌詞去到 Who Run the World的時候 節奏比較重和碎 而他們的動作 在那個時候 做得比較有力和乾淨 到Girls這個字的時候 就會做一個比較大的動作 一來強調 Girls這個歌詞 和女王的表現 二來 動作先碎 後延伸 可以更加突顯到 萌微齒 它的油軟度和腰身 他們很多時候都在一句 裡面穿插著 光和油的動作 而了如先 他們的編舞 很多時候都比較重視碎的拍子 或者節奏 和旋律的關係相對之下 就會比較弱 以同一句 Who Run the World Girls 他們的舞步在 Who Run the World的時候 都是比較碎和乾淨的動作 而在Girls出來的時候 就選擇一些定點比較多 在編舞上 就沒有很凸顯到 歌曲本身的意境 雖然在編舞上 都是有乾有油的部分 但大部分時間 都會分得比較清楚 這一段是Jazz的油 下一部分就是Popping的乾等等 只看編舞的話 在我的角度 萌微齒那一對的編舞 有人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就覺得 嘩!很合萌微齒 和這隻帽子 而看到這隻帽子 又會再突顯歌曲本身的編排和訊息 而在表演方面 雙方的表現力都極之好 他們在對鏡頭的互動 和每一個動作的角度 都看得出他們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有很多角度上的精準度 在鏡頭裡面的呈現 甚至比合作的舞者更好看 看到兩個表演前都很溫柔的人 一上台就表現出自信和驕傲的態度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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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說到各自的highlight 萌微齒一條腰 真是每看一次都wow一次 本人非常極之羨慕 這麼柔軟的身體 以及他們設計了各種霸氣登場 作為每段的開始 把他的氣勢拉到最高 而鳥如仙的highlight 就在每一次切換舞步的狀態 非常流暢的切換 令觀眾一次又一次的驚喜 而他在不同dance style之間的transition 流暢到彌補了我之前所說的 光和油的部分之間的分割感 由於這個不是solo的舞台 所以整個團隊的表現都很重要 萌微齒那邊大多數都是女舞蹈員 而鳥如仙那邊全部都是男舞蹈員 萌微齒那隊整體給我的感覺 是營造了girls的氣場 而萌微齒那隊給我的感覺是 這個主導的girls就是她自己 這方面沒有誰對誰錯誰高誰低 只是由於萌微齒的舞蹈員 氣場和表現能力都很強 相對也幫助了他的表現加分很多 而鳥如仙那隊的dancers 更多的是親托 Dancers的姿態和表情 並沒有在鏡頭面前表現得很多 相對地他這邊的氣勢 更多會是靠鳥如仙他自己的氣場 最後要提到的就是現場的感染力 如果大家有找過他們各自在這段比賽的影片 就會知道其實有部分的鏡頭 尤其是單人的特寫是分開錄的 我不知道錄影的次序 所以我先假設評審只看到兩隊都在場上的那一場 以現場表演兩邊同時跳舞的情況下 哪一邊更加吸引人的關注就會是重點 一開始提到萌微齒的風格統一是優勢 但同時都是她的致命點 當萌微齒她的dancers style和音樂一致和期望一致 而以現場來看 鳥如仙的驚喜度確實會比較高 在現場的表演時沒有鏡頭切換 亦沒有表情的特寫 在這樣的情況下 鳥如仙在每一段驚喜度都顯得比較高 她切換了不同的dancers style 又用了一些道具 以我之前的影片提及過 Something happened 的編舞方向 鳥如仙對確實做到在表演中不斷製造驚喜這件事 萌微齒的表演非常有氣勢 每一次出場都會吸引到觀眾望向她那邊 但亦要留意她很霸氣的開場 很多都是向著鏡頭或對方 而不是正面對著觀眾 所以我會推測現場看的感覺 反而沒有電視播出的畫面那麼強力 就算我拿走這個推測 萌微齒的表演大多數都是在走出來那一刻非常吸引我 而鳥如仙在每一段舞蹈轉換的時候 令我的眼睛離不開她 從音樂 片舞 表演等等的角度來看 以作品來說 萌微齒的表演比較完整 整體來說 都是一個很高分的表演 而以Battle來說 鳥如仙表現出多一份好勝心 做出了競爭和切磋的感覺 他們在這一輪都拿出了很多的殺手鐧 我看他們視對方為多麼可敬的對手 繼續 嗨嗨了 啊 哇 她的回眸很好看 為什麼還要戴著面具來訪問 哈哈哈哈 大實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我自己本身跳得很爽 對 跟這麼優秀這麼強的對手一起 給大家創造一個這麼好的作品 留在這個舞台上 我就很滿足了 如果大家也看得很爽的話 就透露了 如果大家有被打動的話 對 如果大家有被打動的話 如果大家有被打動的話 對 好奇怪啊 現在是叫他們的名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看完他倆完成一個作品 我就覺得 等待 也太值得了吧 真的 我想他們成為朋友 我想他們有很多更多合作 真心真心 哈 哈哈哈哈 沒有女王的氣場在 對 哈哈哈 因為我怕我就是一步流神 稍等 所以就 注意安全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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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喜愛喜不喜愛 看我們讓老師跳進去 我的天啊 我們不喜歡 我們接下來跟莫老師 張老闆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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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她把師傅帶給她去做什麼 為甚麼 我打到那時候就是這個節目 我爸爸就說我爸爸就看了 我爸爸就看了 當時我就這麼緊張 對啊 哎呦 大家要叫她加油 真好笑 哎呦 哎呦 哇 耶 哦 話說一個小故事 這首歌是我第一次跳一些編 Saxi的舞的首歌 所以哇 你是不是真太棒了 哈哈 我第一次看她決士是在 這間三人跳的火 啊 啊 我也有看過這一段 哈哈 就當這個是交流舞台OK的 我覺得很好看 哇 哇 好好看 哇 哦 呱 哇 呱 呱 呱呱 呱呱 呱呱呱呱呱呱 呱啊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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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激動的 我上次 我不知道剪亂片會剪掉這些東西出來 哈哈哈哈 左邊是郝美琴 右邊是郝美琴 恭喜郝美琴 以及發動 嗯 我想看他們即場battle一下 他們氣勢特別強 哇 這個鏡頭真的很好看 確實我也覺得 劉威星那邊是battle的氣勢 氣氛更加強 更有侵略感 嗯 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我覺得這些票數已經沒什麼所謂了 始終這個投票的pool不是那麼大 他們裏面有很多都是專業跳舞的人去評 但也有很多主觀的成份 再加上他們兩個很不同style 太好看了 我覺得 期待他們接著的集團 其實我們都是熱愛跳舞 然後熱愛舞台 所以我就希望我們都可以接下去 追一支小小舞台 嗯 因為郝美琴和廖如仙已經去到那個level 他們可以在這個舞台上挑戰很多很多東西 他們兩個的舞台真的一次比一次精彩 非常之令人期待 非常之令人期待 非常之令人期待